畫面上是在基隆仁三路的廟口攤販普渡大拜拜 各家攤商們用心籌備端出各項山珍海味普渡好兄弟 也準備豐盛的貢品包括三支大豬公 祈求三界公赐福保佑夜市攤商生意新隆 祈拜這個豐盛的貢品我們當中有六十四檔 六十四檔大家都準備很豐盛 山林台湖、大湖也會說我跟他來拜三名 現在都帶得很豐盛就對了 希望豐盛的貢品大家都來領事 來慶祭中原這四年 中原就是三次說 七月盛上圓、七月盛中圓、十月盛下圓 那就是三界公 不是老大公就是普渡的普老大公 他拜三界公就是請天公眾選來做主 我們雞人家通老的地方 就是團飯商雞人廟口 或是我們雞人通過美食的地方 美食區就對了 剛才他們今年一年一度普渡 要求三次說來領事 每一天的團飯商 大家都會生意殷隆 來反映 國館市的 國館市的 我們說像我們雞人 我們台灣的這些 百姓 有來經過雞人 反映來我們雞人廟口 吃我們雞人道地的美食 貪商們用最虔誠的心舉行普渡拜拜 包括議長佟子偉 民進黨立委參選人鄭文廷 和市議員曾紀妍等貴賓 都到場一起拜拜祈福 農曆七月普渡的盛況 也成為基隆的一大特色 三次說來領事就是這些好兄弟嘛 變成明年新鎮的時候 結果每一個國館我們雞人士 有廟宝也有啦 沒有做到他們廟宇 中安座高了 就廟宝 也有蘇林宝 蘇林宝就說 我站在門外拜一個 拜一個三次說 來補老大公 補好兄弟 也有社區埔 也有公司的 公司的 他們也說 應見嘛 應見這個雞人士的習俗 還有公司也來 我們自己參加的普渡 這就是 蟹人士的 普渡有很多種 透過慶讚中原普渡 向三界公祈福 也普施境內的好兄弟 充分傳達悲天閩人的 基隆中原祭精神 記者陳淑萍 丁克宇 基隆報導